原标题小龙女吴卓琳又带妻子离家出走,但这一次终于不再落魄,最近小龙女吴卓琳和妻子Andy又频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底,这不像蛋结这天,吴卓琳跟妻子就晒出了一组照片,看起来是在家中阳台上摆拍的。 有张合照看起来,颇为甜蜜除了亲密的合影,双方也还有单人照片吴卓琳,依然是一副酷酷的样子短发,露犀牛仔裤,摆了很酷炫的造型,而吴卓琳的妻子还把一盆盆栽当做道具拍了不少照片,总之两个人看起来状态都很不错,小巴还记得十几天前,吴卓琳和妻子Andy由于身无分文而欠阻,被房东报警赶走。 吴卓琳只好赶过去先的他们俩去银行取钱再去跟房东结账,拿走行李,又把他们两个接回家当时的场景,真是很落魄啊,可能是吴卓琳给了他们一些生活补贴吧。 吴卓琳和Andy得以开开心心过圣诞从这组照片就可以发现,他们身上穿的衣服都很新,很时尚妻子Andy还做了一个精致的发型,两人心情大好。 看来是依靠了母亲吴卓琳之后,生活滋润了,不少不过小巴惊讶地发现。 原来,他们这几天并不是在吴卓琳家里,而是再次离家出走了12月21日那天。 吴卓琳出席了一个活动,她透露说,女儿再次离家。 在外面租房住了离家,回家,又离家不少网酒,可能那么吴卓琳怎么老是离家出走呢? 其实,吴卓琳和妻子前段时间接受采访时,说到母亲吴卓琳是个比较传统的女人,比较难接受吴卓琳和Andy的关系,所以大家可能不想生活在一起小巴猜测。 吴卓琳这次可能是从妈妈那里拿了些钱,又搬出去租房子住了。 不过这一次,终于不再落魄了。 还可以开开心兴过圣诞啊,虽然交得起房租了,但大家也很好奇,吴卓琳作为一个成年人,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什么时候,才开始创业挣钱养活自己呢? 毕竟他上次接受采访说过,要和Andy一起经营创作公司的啊,之前他们还说过要当模特。 其实,小巴觉得,这也是不错的想法,希望他们能行动起来,都是已婚了成年人了。 需要担负起家庭的责任,不能只是尽开心啊。 吴卓琳还说,以后有了经济基础,想要领养小朋友吗? 想要领养一个孤儿。 给他他很多爱看得出吴卓琳是很善良的,既然还想要养小朋友。 那么希望吴卓琳可以改一下他的巨龙脾气,快快成长起来吧。 小巴觉得,吴卓琳的原生家庭的确给他带来了很多伤害。